我們一百戶車上沒有錢 花生貼心兒子林志穎開心 陪媽媽一同逛菜市場 卻被一旁攤商老闆大叫 大叫林志玲 林志穎瞬間變得很尷尬 趕緊糾正老闆 林志穎 讓現場的人員整個笑分 影片曝光過後網友也紛紛留言 寫說以前以為林志穎和林志穎是一家的 就連林志穎本人事後也笑說 林志穎 林志穎為何總是分不清 原來林志穎錄製節目和媽媽一起逛市場買菜 雖然中途被交錯名小插曲 但林志穎很感謝製作單位 讓她有機會和媽媽合體 而且還開車載了媽媽 對啊好像從來沒有過 而林志穎和老婆陳若怡 跟媽媽的感情也非常好 媽媽唱起林志穎十七歲時的成名曲 還一字不漏讓她相當感動 是小孩子 門前有許多的玻璃花 散發著 淡淡的情香 節目開播後 林志穎的話題不對 如今走在路上卻被誤認為是林志穎 再次成為網路 那所交電 記者綜合報導 請報告 假设计划